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根据第一社报导 卡7全员决定离开JYP了 在前一阵子有媒体报导 可能会离开公司的新闻的时候 JYP娱乐一直都是回应 目前正在谨慎地与成员们多方面的讨论着 而最近也有一两位成员本来是想要续约 但是成员们都表示 不是团体的话就没有意义 因为各邀圈的关系人也透露 卡7成员们之间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好 大家都想要继续在一起 但是因为所属公司提出的条件 而产生了意见不一致 在成员们与公司多次讨论后 最终决定各自发展了 目前成员几年正在跟影片的公司 BH娱乐讨论最后一部细节的内容 与GameGun AMG的高层也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协议 永洁则是收到了从刚5P 汉尼所属公司的邀请 而队长JP也是收到了 韩国著名HIPPO LABOR的邀请 成员Jackson将会透过自己的LABOR 在中韩两国进行活动 成员BenBen目前正与Makers娱乐协商中 而马可则是会先回到美国 与家人们度过一段时间后 爱情非常大 所以就算以后各自活动 如果以后要以KASEBON活动的话 一定会第一时间空出时间的 今天成员们也在各自的IG上传了同样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以为会有一两个人续约 没想到不是一团体全员就不续约 他们的团伴真的是很好 好催泪 在我人生能见到你们真的是一个大幸运 KASEBON我爱你们 谢谢也对不起你们 以后不再会有的我人生最后的IDOL 不管你们在哪里 我会一直姻缘你们的 照片看起来真的很幸福 所以更想哭 KASEBON粉丝们都辛苦了 希望有一天能以KASEBON再次见面 会支持大家的 但是也有这样的意见 虽然不是正式解散 但是七个人都没有跟JYP续约 以后成员们都会到不一样的公司 所以实际上团体活动应该会很困难了 虽然说以目前为止的经验来看的话 可约到期后 大部分没有正式宣布解散的团体 实际上也很难再次以完全体活动 不过凡事都是有第一次有例外 所以希望粉丝们能够继续运员成员们各自的发展 一起等待 再次看到七个人以KASEBON站在舞台上的样子 KASEBON辛苦了 KASEBON forever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去了Hiona签名会的新人女团成员 新人女团Stacey的成员Aisa在直播中公开了 自己曾经去过Hiona的签名会 当时有对Hiona说过 自己的梦想是爱豆歌手 结果Hiona就给Aisa写了 姐姐也会支持你 以后一定要在首尔再见面 3年号 这个女孩以新人女团Stacey的领唱 真的出道了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哇 Hiona知道自己的粉丝出道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好感动 应该是看着Hiona的直拍练习了表情跟舞蹈吧 如果以后两个人一起合作舞台的话 真的是大发 所以有爱豆歌手梦想的人 一定要加油 女孩以后 女孩以后 从小张的一周 那不让我去 她 proce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